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,这句话,最早由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提出来的。 他的本意是,即使你不用花钱吃饭,但是你还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因为你吃这顿饭的时间,可以用来做其他事情。 比如谈一笔生意,你把时间用于吃这顿饭,就失去了这些本来能有的价值。这就是机会成本的概念。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,这句话。 天下 免费 午餐 最早由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提出来的。 最早 最早 由 监济 大师 提 提出 鸡 监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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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景句 如果 在 监济 炖饭的时间,可以用来做其他事情。 炖 用来 其他 比如谈一笔生意 比如 谈 生意 你把时间用于吃这顿饭 把 用于 炖 就失去了这些本来能有的价值。 失去 本来 价值 这就是机会成本的概念。 机会 成本 概念 免费 油 监济 提 即使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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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 比如 比如